来 继续往下讲啊 再讲讲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呀 排序是不是啊 order by 排序啊 它语法是order by 后边加上这个列明是不是啊 列明后边有个排序规则 这叫升序 这个叫降序 那么咱们看那个来 看那个啊 我们查询所有学生技术按照什么呢 按照年龄来排序是吧 查一下 problem STO 这是圆表数据对不对 那么排序 是不是o r d order by 谁呀 年龄是不是啊 降序 a sc 是这个啊 来 我们查一下啊 看 排序没 说排序了 脑子呢 它第一个是不是啊 这里面脑子比其他数据要小 那么我想降序呢 i 把这个肯定c拿过来 是不是改一下 d e nc就完了呗 这是降序啊 来执行 是不是降序啊 那么其实有个默认的是不是啊 这是不是默认的 所以我给他散掉 所以我给他散掉做的一样 这还是升序 对吧 这俩还是一样的啊 是不是写不写都行啊 那吧先看啊 查人所有学生的记住 按照年龄进行 降序 写完了吧 太简单了 没意思 有意思吗 是吧 有 太简单了 真行啊 看那个来 这咱们看一下呢 你们 查询所有员工啊 雇员 按照月薪 降序返系 是不是啊 如果月薪相同 按照什么呀 边号返系 这怎么写这个 EMP是不是啊 那我先查出来吧 来 先给他看这个效果啊 是这样原来的 按照谁呢 是不是按照这个 Sellery盘序啊 就是Sell Or Zer Order 然后Sell 是不是啊 Sell 降序 降序啊 咱们先看降序的啊 你看 数据是不是出来了 但是 这里是不是 他俩是一样的 他俩一样 他俩一样 凭什么他就得在上面 他在下面 是不是啊 那区分不开 怎么办呢 是不是按照编号来区分呢 哎 那么这时候咱们是不是加一个 痘号啊 谁呢 一样P Number 对不对 生序 那就AIC 或者不解呗 对 咱们 大家注意原来是不是思考在上面啊 嗯 这我再查 嗯 啊 要不他也比他大是吧 不不不他 他也比他小 我这降序 D-E-N-C 是不是也降序了 是 他俩都是3000公里吗 但是这个我给他降序了 咱们再看这效果来 这就换了 嗯 这两个就换了 嗯 什么时候会用到多列排序呢 这是不是多列排序 嗯 奥尔拜写几个 你看 是不是啊 就写一个啊 奥尔拜就写一个 后面是不是跟着多列就完了 嗯 你这二名班 你要是升序 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三个降就完了 这是升序 这是降序 对不对 我刚才都写了是不是全是降序啊 嗯 那么什么时候会 呃 用到这个多列排序呢 你比如说 咱们有形成成绩表啊 咱们按照成绩 成绩的高低 来排序是不是啊 嗯 来排序啊 那么这时候 比如说我们选出前三名 这时候考100的 是不是在第一名啊 嗯 那考95的 并列表 第二 是不是啊 嗯 那这时候并列了 谁第二是不是就不确定了 怎么办呢 咱们 比如说咱们这个呃 加瓦成绩 是一个100 俩95的 是不是啊 排不 这个是不是排不开了 俩95一样都在 那怎么办呢 咱们是不是参考另一颗啊 怎么理解你们 参考ITM这个分数 那看这俩95分的谁的高 是不是 另一颗谁的高 是不是总成绩会高一些 对 那么理解你们 哎 我们要用多列排序 当第一列 随便你参考这列啊 数据要是能看出来 想要架 你第二个随便 是不是没有必要写了 如果这列里面 数据有相同的 是不是分不出来 谁在上谁在下了 这时候咱们再参照第二列 明白吗 那这个语法来说 你们 如果说这个 第一列 它已经能区分开 谁在前 谁在后了 是不是啊 那么第二列它看不看 根本看得不看 那理解吗 嗯 根本看得不看 就相同于没写这一样的啊 那么什么时候才参照这个第二个列的数据呢 就是当你这个列里的数据有分不清的时候 它才参照谁啊 第二列 这属于附加值了 是不是对吧 能不能理解啊 能 并不是你写上它之后 它一定能够用上啊 就是能不能用上它 取决你这个里面有个相同数据 这么说能理解吧 嗯 诶 这么说啊 这原理能不能听明白 嗯 好了啊 这是排序的